好,来,为什么我们说呢,请你做第一格就好了呢? 来,请看黑板 现在呢,请你把第一格的格子选起来 跟着我一起做 把第一格的资料选起来 选完之后啊,做复制 滑鼠在里面,点一下右键 滑鼠放在里面,点一下右键选复制 好,复制完毕以后 把底下这几个一样要做计算的格子啊 通通选起来 接着呢,在里面右键点一下呢 选贴上 好,同学,数字是不是通通都一样啊 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 一样哦,滑鼠在里面,右键点一下,选更新 等一下,看一下 他就没有,好吧 那就要再一次 来,那就没有哦 这边啊,这边我看一下啊,都没有啊 好吧,那只要按F9了 因为我以为他可以右键点一下说 来,那各位呢,你们现在全部贴上了没有啊 按一下键盘的F9 就只要用快速键了 因为右键没有那个功能,只有快速键 F9,更新功能变数 F9,按一下 你贴上完毕之后,马上按一下键盘的F9 他就更新他的功能变数 这个计算啊,对他而言是一个功能变数的运算 所以呢,你按一下F9是更新他的数字的意思 更新他的数字 有没有换过来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再把这几个选起来 把这几个,第一格除外啊 底下的格子选起来 再按一下键盘的F9 让他去更新一次 可是他的位置会跑掉,对不对 你再把他设回来中间的位置 他现在偏一边了嘛,对不对 把他设回来,放在中间正中央的位置就好了 我再做一次哈 来,请看 看清楚咯 第一个,把第一格先选起来 你必须确认你第一格是用计算的哦 不是用自己打的哦,自己打就不算哦 要用计算的方式出现才算哦 哦,来,然后呢 然后呢,滑鼠在里面啊,右键点一下选复制 好,复制完毕以后 把这几格选起来 一样,滑鼠放在里面 贴上 好,贴上之后 就立刻的按一下键盘的F9点一下 让他做更新的动作 OK了 你看数字都换过来了哦 那你就去把他的位置啊 放在正中央 九宫格的正中央 OK,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你贴上完毕以后呢 他还是处于被选到的状态哦 你要选到的状态之后 再按F9去做更新哦哦 OK,OK,OK,OK